可怜的刘皇叔在得了徐州之后,几乎就再也没有过过熟他和顺利的日子,老婆和兄弟都差点四散他方,如果不是关羽和张飞中心不二的话,刘皇叔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。 确实,自从建安元年,刚刚成为徐州牧两年时间的刘备,在怀音和元树对峙的时候,却意外地被吕布袭击了后方,全家都被吕布掳获,不得不退手小K开始。 直到建安十二年,刘备三顾茅庐,请了诸葛亮出山为止,整整十二年的时间,刘备都在经历着人生中最为糟糕的时光。 干啥啥不行,做啥啥失败。 就连妻子都先后被人掳劫走了三次,要不是阿斗本人就是在建安十二年出生的,这一期间刘备的几个夫人没有被其他人掳走过,那阿斗的亲爹是谁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。 一次次的依附他人,一次次的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被人赶走,直到荆州才彻底安定了下来。 刘备确实非常的耐走,不愧是天下英雄,为使君与操二。 你关注的原始天王更新了。 哇,我家皇叔终于要智冷起来了。 虽然没有请到看上去就非常牛叉的水晶先生,但是却在集市里面,意外地收获了名叫丹佛的军师。 而且这位军师还非常的厉害,第一次出手,就让仅仅只有两千兵马的刘备,击败了带着五千军队来袭击的吕框与祥两兄弟,把他们杀得丢亏气下,还俘获了大量的士兵。 虽然说这仅仅只是一场七千人规模的战斗,在三国演义里面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大战,可这是十多年来刘皇叔第一次正面击败曹操啊。 这是刘皇叔的转折点,以后我们刘皇叔就要逐渐转运,开始自己的霸业了。 切,你们刘皇叔当年雄聚徐州的时候,手上最多可有足足六万兵嘛。 哪怕被吕布赶到了小配,那手里面还有一万兵嘛。 现在不过是两千人打五千人的小规模战斗而已,就被你们吹成了惊天大圣了,你们家刘皇叔是越活越回去了。 但我们两千人打败了五千人呀,以少胜多难道不厉害吗? 靠,你们还有脸说。 别忘了,丞相那边领军的只是吕框和吕祥这两个,第一次登场就直接被斩杀,明显是过来跑龙套的角色而已。 可你们那边是什么人?赵云直接从正面杀出来,一枪就刺死了吕框不说,还安排着关羽从左边杀出来,张飞从右边杀出来,三个神将打两个弱鸡,这合理吗?这合适吗?这里面有什么谋略可言?你只要把关羽张飞赵云给我,那我上我也行呀。 就是,吕框和吕祥不过是两个小人物而已,我们后面可还有曹人大将军的三万兵嘛,你有本事击败曹人再说,废物。 大家别灰心,在292章的结尾,已经明确地写出了曹人的愤怒。 同时此时曹操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北方的经营,也有了南下攻略江南的意图。 那么曹操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派遣部队先行拿下新野,打开这个进攻荆州的大门。 所以,接下来曹人的三万大军恐怕还真的有极高的几率会进攻新野。 如果皇叔还是要打败仗的话,那这个膳服完全可以等失败之后再给留皇叔。 因为如果膳服加入之后,这场仗还打败了,那膳服这个人物塑造的就很失败。 所以,接下来就算曹人再度来攻,皇叔也有极高的概率获胜。 就是。 秀燕大神说的对。 齐,等我丞相大军一道,区区丹福灰飞烟灭。 你关注的原始天王更新了。 曹人怒起兵,两万五千人。 将军步金锁,破镇子龙威。 曹人叶杰盈,云长夺凡城。 哇,秀神就是预言家,分析的大差不差啊。 曹人留了五千人守城,剩下的两万五千人全部都用来进攻。 而刘备却依然仅仅只有两千人而已。 而且曹人还非常骚包地摆出了一个八门金锁镇,结果直接就被丹福给彻底看破,指挥着赵云。 只用了五百人就破了这个大镇,把曹人的大军杀得大败。 结果曹人还不服气,想要趁着夜色去偷袭。 而这位新任军师,只是看到窗外有风骤气,就立刻告诉刘备。 今天晚上曹人必来劫营。 果然,曹人晚上进起大军前来劫营。 可是刘备早有准备,趁着夜色反而打了一个埋伏,在营地里面放了大量的干草和铜油。 等到曹人的部队一到,直接封闭战门,然后放火烧营。 曹人的大军直接被困在营地里面,被活活烧死了大半。 这还不算,张飞和赵云又带着部队掩杀,把整整两万五千大军直接杀的军心溃散,自散而逃。 曹人在李典的保护下,才勉强逃回了自家的凡城。 然后,今年的来了,当曹人返回凡城的时候,忽然发现城池上自家的旗帜已经消失不见,转而变成了刘备的军企。 再一看,关羽直接从城墙上探出头来,笑眯眯地看着曹人。 原来同样是这位军师算到了曹人一定会拿出所有兵满来夜袭,而他的大本营凡城则会空虚。 于是,在埋伏曹人的同时,还让关羽率领一队精兵,反过来夜袭凡城,直接把曹人的大本营给夺走了。 好在曹人不是周虞,否则这一刻就直接被气得吐血而亡了。 之前曹操屡战屡胜,是因为他有郭家这位超级谋士,但是现在郭家已经死了,刘备却得到了丹服这位超级谋士。 在文臣上,皇叔已经开始反杀了,而在武将上,关羽,张飞,赵云都是万人敌,可曹操那边呢,树变了整个曹军。 武力上能够拿出来看一眼的也就只有夏侯敦,徐楚,张辽,点围。 点围已经被曹操自己给玩死了,张辽根本就不是官二爷的对手,徐楚只是一个护卫,不会打仗,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只剩下一个夏侯敦了。 可刘备这边比夏侯敦还强的还有三个呀,这怎么打,在人才储备上,只有心一地的刘备。 已经胜过了拥有整个北方的曹操,唯一的弱点也就是兵力不足了,但这个时候刘表已经命不久矣,只要刘表一死,刘备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整个荆州,再和东吴短暂地展开合作。 共同抵藏曹操的南下,就可以直接杀曹操一个大白亏输,然后就地反攻,再造大汗。 曹人是投猪,两万五千人打两千人都会输,要是丞相亲自来了,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败仗? 垃圾作者,你为什么要给刘备这样开挂,凭空造出担负这么一个变态出来合理吗? 这就是历史,华夏这个世界的历史。 虽然我也觉得不合理,徐树的挂开得有点大,但问题是,这就是三国演义的原著,这就是真实的历史。 在历史上,刘备在新野这个地方确实是连续大展神威,先后击败了曹人和夏侯敦的军事进攻。 三国演义原著也确实有艺术加工的地方,比如把这些功劳都算到了徐树一个人的头上,显然也是有些不合适的。 其实这是刘方叔本人指挥的战友,徐树虽然出谋划策,但能够坚定地将整个谋略执行下去的刘备本人,才是最值得夸赞的。 而且明天的更新,要不要把徐树给送了? 刘备取得了这场惊人的胜利之后,曹丞相就用卑劣的手段,用徐树的母亲做威胁,逼迫徐去了曹营。 从此有了徐树进曹营,一言不发,以及身在曹营心在汉,这两句名言。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,徐树从建安七年开始就一直跟着刘备,同时也是他将诸葛亮推荐给了刘备,后来更是主动将自己的某主之位让给了诸葛亮,安心地给诸葛亮打辅助,一直到曹军大举进攻荆州为止。 当刘备主动撤离心野之后,徐树也一直不离不弃地跟着刘备,众人一直逃到了长满坡的时候,突然传来消息,原来徐树走失的母亲已经被曹军俘获了,同时曹军派人来劝降。 于是,徐树这才不得不离开了刘备,主动前往曹营,之后就基本上没有徐树的记载了。 显然徐树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说的那样,身在曹营心在汉,终身不给曹操献上一记。 不过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徐母是被曹操用计骗过来的,甚至这位母亲最后还自杀了。 但历史上的徐母是跟着刘备逃亡的时候被抓的,曹操并没有主动使用这样卑劣的计谋。 好,我决定了。 等《三国演义》写完之后,我就再写《三国通史》,这样我记出了原版的《三国演义》,也没有违背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责任。